只要是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需要我的 我都冲上去 我虽然岁数比较大 但是我还是尽力而为 新媒体 荣媒体 这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数字化了 全部数字化了 这种对文化的保存 可以说近千年几万年就传下去 也便有利用 这是近年以来 特别是近十年以来 一个重大的文化上的发展 我个人在这十年当中 也是收获满满 我感谢这个时代 我在最近十年出版了很多我的著作 就拿今年来说 我出版了我的文集 二十六卷一千多万字 在古人来说 想象不到 我个人的经历 证明最近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意 我到美国 到日本 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到我们的香港 中国的台湾 讲我们中国故事 我接到美国的一封信 邀请我到美国去讲中国故事 我一看着观众有华人 还有英国人 法国人 他们亲自看到我 听到我 听到我 讲的中国故事 哎呀 鼓掌啊 高兴啊 玩得照相 就是我们把中国的故事 讲好 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 我觉得故宫弄文化精神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弄文化精神 故宫突出四个字 第一是中 中国中国第一是中 第二是正 正阳门正门 前信公正大广民正 太和电 中和电 宝和电 突出一个盒子 我们中华民族是和为贵 那么中就正了 和呢 就安了 平安 2023北京文化论坛 9月 想回北京